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败了亚特兰大的勇士队 一血在前天 它以2比6落败支持 这一会儿是1比1 两边变成了平手了 直播大联盟MLB昨天进行的是七战四胜制的世界大赛第二战 我们的这一是太空人棒球队 这是Astros 是派出了这一季的八胜三败防御率达3.62的二敌机做先发 那么昨天不错 我们在跟勇士队的比赛当中 这一场比赛当中7比2击败对方 这会儿跟对方是1比1打成平手 好 接着我们看疫苗方面 生物科技公司就是Moderna的执行长 他表示全国的儿童和青少年可能几个礼拜之内 就会开始可以接种COVID-19的疫苗 根据在FDA和他的对话 他认为Moderna COVID-19疫苗 未来几个礼拜可以获得授权 提供的是12到17岁的青少年接种 而且他计划很快的会向美国监管机关 申请6到11岁的儿童来接受疫苗的授权 希望在这个年龄族的族群 可以在今年底前就开始接种 他们所生产的COVID-19的疫苗 而COVID-19影响到全球的经济 包括了原物料 包括了晶片 包括了许许多多我们日常生活的用品 那也包括了在各个大码头 船舶以及货柜 堵在那里上下不得 在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半导体短缺 也导致销售方面下解 在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 都双双在昨天通报的是他们的获利下滑 这两家大的美国汽车巨头也警告 晶片短缺问题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 算算2022年再两个月不就到了吗 按照他们的说法 很可能整个2022年都会受到影响 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在昨天还是两样勤 福特因为晶片取得比较乐观 股价有上扬的情形 通用股价则是在昨天的这个股市当中是下滑的 另外白宫和民主党国会领袖分 现在在抢时间 力拼要在总统拜登到海外出席国际会议前 能够解决庞大的社会支出计划挥之不去的争端 尽管有庶民议员是认为 要在这个总统出访前达成协议几乎可能性不大 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至韩同僚 说拜登的国内议程已经接近通过 可是就有一名关键的温和派参议员 后来驳回了要向亿万富豪加税 来协助支付1.5兆到2兆美金的财政支出计划的新提案 认为这项做法是行不通的 所以在现在向富豪加税来为拜登政策铺路的这个做法 在民主党自己自家人现在都还没办法摆平 另外在伊朗方面因为昨天同意在11月要恢复和列强 在核协议方面的谈判 对此白宫方面美国就说既然同意冲击协商 应该要伊朗要展出应有的善意 至于和中国方面 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对中国试涉及因素飞带表达了他的担忧 甚至以普尼什克来形容 白宫则说对于中国继续在寻求加剧区域紧张能力 美国方面是感到担忧 在密利在接受访问时 他则说这是一次集因素武器系统测试的重大事件 让人真的非常担心 而美国的副国务卿麦肯伊昨天也在美国的国会当中说 美国对于台湾的自我防卫是有承诺的 而美国方面联合他国政府清楚的对外表明 中国胁迫台湾或试图以武力来改变现状 是都不会被美国方面和国际社会所接受 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Romney也在昨天在议院的外交委员的听证会上面 他也关切中国对台湾方面的这一连串的举动 好 下边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总统拜登12月要邀集全球民主政体领袖 举办第一届的民主峰会 在美国参议员Scott也在昨天致涵拜登 现在距离峰会仅仅只剩一个多月 他应该要迅速公开邀请台湾来与会 展现美国对于自由民主方面的承诺 好 接着继续看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将地缘政治重心现在转向了印太地区 最主要是要因应在中国方面的势力的扩大 但是在中国方面其实早就已经在拉丁美洲方面 可算是站稳了脚跟了 如今中国已经是拉丁美洲 几个最大经济体的头号贸易伙伴 现在美国已经是要再把焦点转过去的同时 似乎有一些些为时已晚的感觉 好 接着看到在俄罗斯方面 美国的官员则在昨天提出了警告 除非俄罗斯在核发签证 给比较多的外交人员仪式上能够有所进展 否则莫斯科美国大使馆明年可能停止多数的业务 美国在这个月稍早停止了他在莫斯科办理签证 使得俄罗斯的人民不得不转往波兰华沙美国使馆办签证 所以在国务院的一名高层就说 需要尽快有所进展 否则人手不够 美国驻俄罗斯使馆明年还有更多的业务会被迫要停止 接着我们再看的 在美国的媒体人62岁的纪斯道 已经在昨天宣布他要搅逐厄勒冈州的州长 纪斯道他曾经两度获得普利兹奖 也担任过纽约时报驻东京分社主任和专栏作家 昨天他透过社群平台以及竞选官网正式的宣布 他会要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厄勒冈州州长一职 最后我们就看到 这是首度以基因证据来证明历史人物和现存后代的家庭关系 那么主要是发生在一名男子 他自称他是印第安最后酋长做牛的曾孙 叫做Sitting Bull 那么科学家就以做牛的头发来进行DNA检测 结果证实此男子所言不虚 这是第一次以基因证据证明历史人物和他现存后代之间的关系了 好朋友们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健 这是带给大家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而下边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了 在我们的国际新闻 我们先看到的是关于COVID-19方面 在全球感染COVID-19病例 现在再度攀升之际 世卫组织则在昨天说正在密切的追踪新型冠状病毒 Delta变异株的一个亚变异株来判定是否比原始株更具传染力 这种名叫AY-4.2的亚变异株 最少已经在42个国家限州 世卫也正在研究人体对于它是否更具有抵抗力 而南美洲跟北美洲的一项大型研究则发现 以学名叫做 这是Flovaxmin的抗忧郁药物来治疗COVID-19高风险患者 长期住院的风险最高可以降低三分之一 研究作者群说 鉴于目前在全球COVID-19疫苗施打作业严重不均 有些国家甚至还没取得足够的疫苗 这项研究也许有助于以低成本的方式来加强预防COVID-19所造成的重症或者是死亡 下边看到这是英国和法国 现在双方又有争议了 这是针对英国脱欧之后的鱼权争端再度的恶化 法国的海事部长就在昨天说了 两艘英国渔船昨天在受检时遭到法国的海警罚款 英国脱欧之后 欧盟渔船如果要在英国近海和海峡群岛附近作业 由于英法对许可证的规则出现了起见 法国在昨天就说 如果法国船只没有办法获得更多进入英国水域的权利 11月2号期恐怕就会中断彼此的贸易往来 下边看到的这是澳洲 澳洲和东南亚国家协会在昨天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显示的是坎培拉当局想要在这个区域也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雄心 这项协议将会进一步的强化澳洲和这个快速成长区域的外交和安全关系 现在东南亚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在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了 而澳洲也以防疫为由实施严格管制 长达一年半18个月 在下个礼拜他要重新开放他的边境 澳洲当局在今天就放宽了对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数个国家的旅行建议 纽西兰也公布暂时重开国门的计划 随着COVID-19疫苗覆盖率逐渐提高 澳洲将从11月1号起 就会取消对已经完整接种疫苗居民的国际旅游净利 在他国内最大两座城市雪梨和墨尔本 也希望在不需要隔离的情况下 可以欢迎海外的旅客入境 所以严格索国防疫超过一年之后 纽西兰、澳洲将会重新开启国门来迎接国际游客 另外澳洲也在担忧它的产业冲击 澳洲能源部长说 由于担忧对于农业、煤矿业和天然气产业的影响 澳洲将不会支持由欧盟和美国所主导 要在2030年以前减排30%假万的相关承诺 接着我们再来看和气候变迁 联合国气候变化刚要公约的26次第约方会议COP26 即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登场 国际智库也发表了一项有关二氧化碳排放历史调查 显示的则是巴西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的污染国 下边看到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近日要在伊朗召开 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也会议在会中 呼吁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应该恢复 要支援阿富汗并且也指塔利班政权愿意与外界对话 会议中也决定要下一次的会议是在2022年会在中国举行 好最后我们看的这一则国际新闻有点像是 这应该像是影剧版的新闻了 这个这个呢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近期出现在照片中的样貌 比之前好像大幅的改变了 因此他在是否用替身来做带他出席 外界都在揣测 不过南韩国情愿今天也表示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而他们的说法是金正恩瘦身成功减重20公斤 换成这个pounce来讲最少也减重了40多磅 这应该来讲对金正恩的健康是个好消息 所以呢健康无恙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这是国际方面的报道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让我们要在这一同关心 将会是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看到针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撤销了中国电信美洲子公司营运许可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则在今天说 中国方面的经贸团队已经就此 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方面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在这一个方面 他也说中国方面经贸团队 那么应该呼吁美国方面 应该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 为在美国投资经营的企业 提供一个公平开放 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也表示中国方面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来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好另外呢看到中国政府 也公布了国务院的通知 只将会研究制定 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 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 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智慧财产权 对外转让行为 完善智慧财产权对外转让的审查制度 在这个通知也说 官方将统筹推进专利法 商标法 著作权法 反垄断法 科学技术进步法 还有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修改完善 加强地理标志 商业秘密等领域立法 也会颁布商业秘密保护规定 再来和美国相关 这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 也在今天针对在台湾和美国 在加强了军事联系方面 则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 顽固保守以台制华的幻想 企图以切香肠的方式 实质性来提升美台军事联系 中国方面将会坚决地予以反制和回击 另外针对在对岸 这是台湾方面总统蔡英文 在国庆演说当中提出了四个坚持 在中国方面 也继国台办在日前做出的回应之后 也在今天海协会的副会长孙亚夫 那么也表示 他说四个坚持 最后是一个都坚持不了 在孙亚夫方面 他曾日前在接受访问时 提到了相关的内容 他说坚持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是民进党和台湾拒绝和平统一者的惯用手法 不过两岸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同 不是拒绝统一的理由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一国两制就是和平民主的解决办法 接着我们再看的 这是关于在电力煤价方面 中国爆发缺电危机之后 官方对于煤炭祭出了多个措施 要保工稳价 在昨天甚至限定了坑口价格 造成煤价在近日期货市场连续的往下跌停 其中发电用的动力煤价格已经由高点 跌掉了48% 几乎我们可以说它腰斩了 另外对于在网络平台方面管制 中国在持续的收紧相关的管控 一份正在征求公众意见的规定 则要求各网站防止被封禁的账号 在其他的平台复活 中国国家网信办在近日就说 要在网络上逐牢理论武装新阵地 要增强网游 对于在自家政府方面的认同 另外中国的前司法部长傅政华 在这个月初 他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在日前审议他通过了 就是免去他的社会和法治委员会 副主任的职务 同时还撤销了他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 将会提醒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去做追认 在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森林大火火是延烧超过24个小时 当局方面已经动员529人来铺铸 同时挖开了两条共计长约12公里 宽约25公尺左右的隔离带 不过到目前为止 官方方面还没有公布火场的面积 好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在接下来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现场则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报 为朋友们播报 请和我一块继续的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思丽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为您报道的是 针对美国联邦众议院迪芬尼 还有陪利联名致函意大利总理 必须考虑邀请台湾参与G20峰会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天表示感谢 我政府将会以务实的态度深化台美伙伴关系 欧江安说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的友人 他们经常透过致函 立法推文以及公开声明的方式 来表达对于台湾的支持 以及对于台美关系的重视 外交部我们感谢美国国会议员 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我国政府我们也会持续秉持务实的态度 跟美方来保持密切的沟通 我们会在良好基础之上 来持续稳健的深化 台湾跟美国有好的伙伴关系 迪芬尼与培利在联名信函中 呼吁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作为轮值主席 应该确保台湾有机会 充分参与今年G20罗马峰会 联名之函也指出 台湾在全球经济扮演重要的角色 也是世界舞台上真诚负责任 且有诚信的成员 能够为世界贡献良多 外交部长吴钊燮访问斯洛伐克与捷克 除了有多项公开活动 在捷克时 还接受参议院议长韦德奇 亲自颁发国际贵宾饮殖奖章 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 今天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 达行时表示 外长此行是正式访问 获得正式接待并陈列国旗 足以说明台湾受到的肯定 更代表台湾与欧盟的关系 正在持续的深化及广化 田中光说 是一个正式的访问 都有正式的接待的方式 国旗等等都有呈列出来 那么这代表呢 过去我们这一阵子的 我们的成绩受到欧洲国家的肯定 也会继续的深化跟广化 至于立陶宛与我互相设处的进度 田中光指出 我驻立陶宛及立陶宛驻台机构 目前规划在明年初同时成立 外交部重申 立陶宛坚守自由民主的价值外交 引领国际民主同盟团结一致 台湾与立陶宛是共享自由民主 及人权价值的坚实伙伴 台湾与立陶宛等民主国家 深化合作关系的决心日益坚定 蔡英文总统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时 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 他表示 期盼习近平能够和台湾政府及人民有更多的对话 以更了解台湾的现况 至于为何两岸沟通自2016年停摆 总统认为形势变化很大 中国在区域部署更为扩张 更具企图心 因此过去能够接受的是 现在可能无法接受 蔡英文总统今天借鉴第75届经商奖的得奖者 其中共有包括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台北事务所等五个驻台商务单位获奖 蔡总统感谢各位驻台使节代表的付出 并特别对日本友情疫苗表达感谢及感动 蔡总统说 今年优良外国驻台商务单位奖有五个单位获奖 我要谢谢各位驻台使节代表的付出 让我们双方国家之间持续加强合作交流 增进彼此的情谊 另外近期在社区媒体上人气超高 甚至受到多个国家媒体报导的万秀锡染店 获得优良台湾老店奖 总统表示 万吉阿公跟秀儿阿嬷 把旧衣服穿出的新风格 不但很流行 还红到国际上 实在很厉害 同样获得优良台湾老店的味容食品 则长期推广在地食材和地方小农签约契作 成为台湾味增酿造文化馆 带动地方的发展 总统也肯定他们推广食农教育的用心跟努力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今天宣布 11月2号起国内维持二级警戒 但是大幅松绑 取消集会活动的人数限制 也放宽KTV唱歌 室内运动 泡温泉免戴口罩 交通运输工具的车厢内 也开放饮食 开放的最后一里路 八大行业也终于解禁 11月2号起 无陪室服务场所 符合四大防疫措施下 可以先开业 陈时中说 对于这次大幅松绑对降级有何不同 降为一级的条件为何 陈时中表示 针对国内防疫的降级 会与边境防疫管制措施的松绑 并同实施 这是在二级警戒内开放境内 台湾COVID-19疫情趋缓防疫措施 也将于11月号起再度松绑 但是3000名国籍航空机师至今 却仍然陷于长期执勤 检疫无限的轮回中 其中一名外籍机长还在日前在居家检疫期间猝死 同时今天也有一名长荣外籍机师 在居家检疫期满前突破性的感染 为此桃园机师工会特别发起了黄飘带行动 集体向外界求救 工会表示 共有300多名机组员 在华航及长荣两家航空公司的三处防疫旅馆 包括尊爵、天际大饭店 城市商旅、桃园航空馆及诺福特饭店的窗外挂起黄布条 除了追到已逝的机长 也向外界集体发出求救信号 希望主管机关不要让机组员 在居家检疫期满前再度派飞 同时每个月给予至少三天 可以自由活动的喘息日 明年限职军工教调薪4% 至于退休的军工教部分 行政院长苏仁昌今年表示 年改之后 限职跟退休人员的待遇已经脱钩 但是他认为经济果实应该要全民共享 所以仍匡列新台币10亿元作为未来退休军工教 月退金调整余预 人事行政总处表示 军工教退职退休人员 月退休金待遇跟调整方案 预计明年7月前 循序的提出 政务委员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转述说 在前天人事总处 省议委会通过调整的两个案 3%一案 4%一案 我批调高为4%后 主地长率领主地区的同仁 马上连列赶出今天这个案 不但这样 还特别匡列 10亿元的数额 作为未来退休军工教同仁 在明年有这个调整的余预 我特别要感谢人事总处 跟主地总处同仁的辛苦 希望明年能够优于考量调整 人事行政总处 人事长施能杰表示 退休军工教人员月退休金的调整 需由全续部教育部和国防部 组成专业评估小组提出方案 明年7月以前将会依照程序办理 最快明年7月1号生效 主地总处主地长朱泽民也表示 先匡列的10亿元 并非确切的数字 而是一个会计科目 在评估小组讨论之后 确切的调整幅度才会出炉 如果10亿元不够 就以预备金来支应 如果有余裕则会脚固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主任委员陈耀祥 日前邀请五大电信业者喝咖啡 关切5G资费过高的问题 不料5G资费未见调降 4G的资费反而开始起涨 对此多名立委 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纷纷提出质疑 甚至要求 后留补助业者建设 5G基地台的费用 立委宁静县说 对此陈耀祥则表示 会再督促业者重视相关的议题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的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